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外交偉招偉打 這是中國大陸在做的事情 我們發現美國總統拜登 居然變成了習近平的跟屁蟲啊 你去哪 我去哪 你跟非洲好 我去搞非洲 你最近跟拉美關係不錯 他馬上拜登把拉美總統叫過來 說我也要跟你合作 你是太閒沒事幹嗎 我們先來看 現在習近平跟沙特的關係 有兩個優先事項 這媒體報導了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石油交易 還有要把合計數帶到中東 有媒體報導說 石油人民幣現在是不是靴子落地了 儘管沙特口風很緊 但是美元的霸權地位 應該已經被撼動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中東需要能源安全 二胡衝突之後呢 阿拉伯國家失去美國的保護了 使人民幣在石油美元體系當中撕開了一道口子 除此之外 對這些中東國家來說 我要增加人民幣作為石油交易的幣種啊 也可以擺脫過度依賴美元計價貿易的局面 否則哪天我跟你吵架 你又用美元搞我 我起不倒楣嗎 好 好 過去在習近平的中東訪問結束之後 大家都說啊 中沙關係中醫關係可能出現問題 因為呢大家彼此吃醋 但現在看起來非但沒有 好像還越走越近 我們來看之前這個海合會的爭議三島聲明 是不是夠不成外交挑戰 中國跟沙醫保持好關係 12月9號數碼港的科技經濟論壇 那是香港跟沙特文化交流活動 照樣舉行啊 你看沙特官員一字排開 另外呢 這個數碼港的主席都提到了 在數碼港的支持下 有時間初創 已經在中東市場墊下基礎了 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 12月19號江西的景德鎮 也舉辦了第五屆的阿拉伯藝術節 習近平還親自致賀信 說中阿國家的友誼啊 淵遠流長歷久彌奸 那麼首屆中阿峰會的成果 就是要深化中阿的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中沙看起來並沒有被影響到 那中醫呢 之前因為這個爭議三島聲明 讓伊朗很不爽 據說媒體還消遣中國 說那我們也要支持台灣獨立 不過在胡春華訪問伊朗之後呢 雙邊的25年全面合作協議 非但沒有改變 而且中國還要加碼繼續投資 包含能源電信基建等等的禮遇 同時呢 伊朗當時很不高興 但他們把中國大使找來 標題是什麼 伊朗約中國大使討論聲明 是用會見而不是招見 那針對這個用字潛詞呢 伊朗其實就講了 我們可以傳喚德國大使 把德國人叫過來啦 但是我們不能對中國這麼做 所以現在呢 中醫關係中沙關係 看起來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重要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兩國好像也沒有被影響 我們來看 伊朗對沙特還是出善意喔 這是伊朗外長說了 12月19號 說伊朗準備要恢復跟沙特的關係 重新開放大使館 所以很顯然啊 有人想要挑撥中沙 中醫或是沙醫之境的關係 看起來是沒有成功 沒成功怎麼辦 鬥不贏 那就當根屁蟲吧 我們來看 12月14號 中國拉美的企業家高峰會 習近平也說了 中拉命運共同體 要做出更大的貢獻 同時 中國大陸跟厄瓜多 自貿協定也拍板 那厄瓜多總統說 在不到十個月內進行高效談判 已經實際上是達成了 那麼厄瓜多對中國的 非石油出口總額也比前兩年成長了一半以上 你看看美國 你有多無聊 人家跟厄瓜多談好自貿協定 然後 12月19號在黃盛頓 拜登立刻把厄瓜多抓過來 說我要跟你加強我們之間的經濟交流 你看這個國家有多無聊 中國大陸在非洲努力經營 你就開一個美飛峰會 人家跟拉美進行企業家論壇 跟厄瓜多要簽自貿協定 你就把厄瓜多找來說 我也要跟你經濟合作 你小學生打架是嗎 沒辦法鬥不贏 就當根屁蟲吧 來 兵哥 現在美國已經不是以前那個美國了 以前美國強調自由貿易 然後因為他是世界霸主 他會對這些相對比較落後的國家 經濟上比較有需求的國家 他會提供援助提供一些東西 但現在美國都沒有這些 美國現在看起來就是每天開空頭支票 然後也沒打算要兌現 然後更重要就是 其實美國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關稅壁壘國家 他已經開始在阻斷自由貿易之路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請問一下 他怎麼可能去跟你簽什麼 自由貿易協定 請問一下他跟台灣簽了沒 他跟台灣都沒有簽 何況跟惡瓜多有什麼好簽 所以我覺得 現在美國過去能夠給世界各國的 他已經不會給 給不起 也不能給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的手中的籌碼就變小 美國現在除了軍事上還是個強權之外 在經濟上他已經相對越來越弱 為什麼 因為他為了救自己國內的經濟 為了讓自己的人民滿意 他已經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美國自己不是一個好事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我當初其實就講過 伊朗不可能為了這件事情去得罪中國大陸 我根本不認為會這樣 兵哥一開始就講了 對啊 關係好得很 因為那三個小島說真的啦 那個是個面子問題 而且對他有戰略上的問題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現在沒有人在關心這件事情 這也不是他們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他們對伊朗來講 他最迫切的問題就是他要活下去 他已經被美國封鎖這麼多年 然後他再去跟中國大陸交二 請問一下他怎麼會怎麼活 俄羅斯現在自身難保 所以對伊朗來講 他不可能丟掉中國大陸 更何況這個問題本來就是一個 可以擱置的問題 只是為了面子問題 他必須要先抗議一下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國家的做法 那他也沒有很激烈的抗議 就是講一講就算了 那他們媒體稍微表一表態 OK了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伊朗現在在經濟上跟軍事上 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太深了 你如果放棄掉這一些 伊朗基本上很難再活下去 老實講 他已經被美國封鎖這麼多年 更何況伊朗現在內部 政治也動盪不安 他的人權問題 他自己內部對女權的這些紛爭 他們有一個足球員 不是現在因為他不願意唱國歌 回去搞不好會被處死 所以他內部的問題也很複雜 所以他當然不能夠再解外生枝 你已經跟美國已經變成死仇了 再去得罪中國大陸 他有毛病嗎 那對阿拉伯世界來講 過去美國能夠給的 美國也沒辦法給 所以中國大陸願意給 而且中國大陸還挺慷慨 美國不願意給的核子技術 包括核能發電這些技術 中國大陸願意給 但是說兩個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個就是要把核技術帶到中東 尤其是沙特 那飛彈的技術他本來就已經給了 而且雙方在持續加上合作 而且顯然中國大陸會談更深一層的合作 他可能會幫助沙烏地阿拉伯建立軍工體系 我覺得這個對沙烏地阿拉伯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經濟上更不要講 因為整個阿拉伯世界都在期待經濟轉型 那中國大陸可以幫他們協助基建 然後也可以協助他這個經濟轉型 所以我覺得他們彼此互相需要 這個東西是擋不了 美國要阻斷中國大陸這個發展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他重新能夠提供這些國家所需求的東西 問題是美國不能也不願意提供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趨勢沒什麼好講 美國要阻斷這個趨勢我認為 另外一個辦法 除了我剛說的這個辦法 另外一個辦法就是發動世界大戰 把中國大陸打垮 那就可以 問題是把中國大陸打垮之後 美國有活下來嗎 這個你就要去想一想 好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看下一張堅持牆 我要來跟大家聊聊 在南海上面的局勢 因為最近看起來 美國跟南海這些國家動作不少 延續昨天的內容 我們繼續深入的來剖析中國大陸 在南海現在到底下一步 目標是什麼 我們來看 昨天提到了 南沙群島51個島礁 越南扣制29個 而且現在大規模的 在進行填海造陸 那當然啦 要跟中國大陸比可能差很多 中國大陸 這個越南2.2平方公里 但中國大陸已經填了13平方公里了 除此之外 菲律賓也是美軍時隔30年重返蘇比克灣 各位請記得蘇比克灣 因為接下來 對跟我們要講的這個內容 非常非常有關係 除了重返蘇比克灣之外 我們來看 12月6號也傳出消息 說日本航空自衛隊派遣了 兩架F15戰機 抵達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這是二戰之後 日本戰機首次飛抵菲律賓 而且還舉行了聯合軍演 所以你看 你們動作很多耶 但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完全不在乎 而且現在國際的學者 已經把中美衝突的目光 從台海移到了南海了 我們來看 就是澳洲的國際教授 澳洲大學國際教授 他說 2023年美中兩國的爆發衝突地點 不會是台灣 而會是南海 為什麼呢 關鍵是不是就在黃岩島還有南海的資源上 我們剛剛提到了前面 菲律賓跟美國日本搞軍事合作 越南不斷地用自己相對落後的技術想要填海造路 但是中國大陸好像都沒講什麼話 你注意到了嗎 為什麼 因為人家在計畫更大的一個目標 更遠大的藍圖 首先第一個部分 針對這個探勘南海的資源 我們來看 中國大陸現在的深海科考船 這是兩天前的消息 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超深水科考船 大洋磚探船呢 已經實現了主船體的貫通 那這個船 可能是世界第一 他能夠深鑽超過一萬米 可以在世界任何的水域作業 是全球最先進的超深水磚 水磚井船之一 預計2024年全面投入運營 我跟各位說 南海最深的地方 5600米 他可以鑽到一萬米 所以很多人說 這一艘世界第一 也是中國第一的 這個深海探磚船 就是針對南海而來 但是你想在南海肆無忌憚 或者是如入無人之境的 搜尋資源 探索資源 甚至擷取資源 很關鍵的就是軍事實力 而接下來我要談的就是黃岩島 我們從兩張圖來看 黃岩島多重要 來 黃岩島位置在這 看到了吧 這台灣 這菲律賓 這是中國大陸 這是越南 不能給我一個遠一點的卡嗎 這個圖這麼大張 你就為什麼要這麼一小塊呢 對不對 好不好 來 黃岩島現在 並沒有擴建 也沒有放任何軍事設施 但你想一下 如果黃岩島變成中國的一個 軍事據點的話 他往北 你看看 可以跟中國大陸的汕頭啦 湛江啦 海南 連成多少戰略三角形 這對台灣是不是一個震懾 是喔 另外往西的部分 跟永暑礁 永興島 甚至是美濟島 透過黃岩島這個指點 又能組成多少的戰略三角形 看到了嗎 對越南來說 怎麼出來 關鍵在於這張圖 各位 黃岩島其實離永興島 美濟島的距離 都有700到800公里 他離哪裡最近 各位 他離菲律賓的 蘇比克灣最近 只有200多公里 換句話說 黃岩島一旦有了中國大陸的 軍事力量 那我想請問 美軍就算在蘇比克灣裡面 放航母 天然深水港嘛 放這個空軍 放F-35 他能夠出得了蘇比克灣嗎 我們再回來看 換句話說 如果中國大陸在黃岩島上面 真的有軍事動作 那基本上 透過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整個南海 大概沒有其他人說話的份 所以美國對黃岩島 中國大陸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部署 也非常非常關切 這是美國的前方長卡特 就曾經說過 美國對中國準備在黃岩島 添加軍事設施的計畫 特別關切 而且可能 導致軍事衝突 可能會導致軍事衝突 除此之外 在2020年 當時日本媒體還爆料 說川普有可能要 轟炸中國的黃岩島 說是為了要拉台選情 來 這是日本的獨賣新聞 說在2020年的7月12 本來美國計畫要秘密轟炸 荒煙島 而且對事後帶來的 政治軍事外交危機 都進行了沙盤推演 後來但證實 這件事情美國沒做 可是當時 確實引發了國際間的 一陣緊張 而且據說 川普是真的有想這麼幹 後來是因為 菲律賓總統杜特替 他跟美國進行了相關的溝通 才阻止了這一次的危機 各位 這不是威嚴聳聽 當時美國的態度就說 我隨時要對黃岩島動手 因為很擔心中國大陸 在黃岩島上有軍事部署 那美國很多的官員就說 我們要動手 也得先問問菲律賓 所以當時的說法是 川普真的想動 但菲律賓反對 所以才讓黃岩島留到現在 那繼續變成美國最痛的 最難搞定的一個 南海一根針 南海一根針 好 除了美國之外 我們來看 在今年的3月 其實更早之前都有 畫面曝光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跟菲律賓的海岸軍防隊 就在黃岩島強碰 最近只有19.2公里 這是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釋出的一段影片 也顯示 黃岩島確實在現在 中美或是中國大陸 跟東南亞國家的 南海爭霸上面 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道具 黃岩島應該講起來是 中國大陸在南海裡面 要落紙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落紙 因為這個紙落下去以後 整個南海的各島礁之間 就形成了一個戰略控制面 對 很多人以前不懂 中國為什麼要跑到南海裡面 去搞那麼多 其實這個東西回溯 一千年以前 唐宋元明清 這塊海域是中國的海域 你不要講別的 廣正和就來了八九次了 沒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商貿區域 所以以前中華民國 已經畫了十一段線 那中國大陸它繼承了以後 九段線 九段線 送了兩段線給越南 那前一陣子不是南海 菲律賓在鬧的時候 後來老共不是跟南海很多國家 弄過一個南海行動準則 對 從明年可能就會先成 這個問題就已經差不多 settle down 對不對 但是現在為什麼黃岩島 又起了這個風波 美國在敲 敲誰呢 敲菲律賓 因為馬可斯是一個 他的兒子是蠻軟弱的 你知道嗎 他兩邊跑 所以這一天 他不知道美國要訪問嗎 那美國要想在南海插足 我講過兩個地方 一個是克拉克空軍基地 蘇比克灣 跟這個金蘭灣 對 那金蘭灣現在沒有插下去 克拉克半島 克拉克機場是因為菲律賓的 日本去搞 美國也會去搞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 南海 美國插手在南海 就是菲律賓 菲律賓 然後就來對付你這個 所以中國也想要趕快把 黃銀島趕快 黃銀島趕快 黃銀島就是衝著菲律賓來的 對 他就是衝著 所以變成針鋒相對的一個點 因為基本上表面上的稱端 是漁民 漁民的衝突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的漁民也衝突 跟我們也衝突 但是真正的 一個是南海 將來是海上思路的一個途徑 而且南海的海底下很多 天然氣也好 油也好 什麼的 還有那個叫做什麼東西 一種石頭一樣的 成在海裡那個叫可燃的一種東西 它那個叫什麼 什麼冰 可燃冰還是什麼的 對 舟大陸已經有在開採了 對 這都是能源 對 都是能源 所以當年越南中南半島弱 菲律賓弱的時候 中國根本毫無意義 就十一段線就成立了 那現在這些國家慢慢起來 要發展經濟 當然對戰略物資 對這裡面的資源 是有盡欲之心 那中國大陸現在擺的姿態就是說 大家共同開發 大家各分一杯羹 對不對 那美國能容許 這種貿易能夠形成嗎 當然不行 當然那你不是中國大陸 就把整個南海發展 吃掉了 對 它跟中國的對峙 在軍事上對峙來講 它拿印太來賭你的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上面就是南海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美國也在這邊佈局嘛 對不對 馬來西亞 馬六亞海峽 這個印度 現在要至少要 菲律賓 越南 但是越南跟俄 俄羅斯很好 跟中國大陸也很好 所以這個問題是 雙方在南海禁足的一個東西 所以南野島就是一個觀察點 因為南野島上面已經有個機場跑道 但是中國大陸還在往裡面填 對 填滿了以後 這個島的軍事用值價值就比較大 很高 這個就是頂著你這個菲律賓的 蘇比克灣的喉嚨 對 因為蘇比克灣 一定有什麼都出不來 蘇比克灣對這個南海影響是會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海運基地 所以大家都在落子 所以黃岩島以後的動向是 美中衝突的另外一個可以觀察的點 對 那我們請大使 甚至現在說這個你看 這個昨天來賓也講 說現在這個美中衝突 最可能最快發生的反而不是台海 而會是在南海 那這個關鍵就在黃岩島上頭 對 現在因為這個南海的這個爭端 這有深所國 現在有六個深所國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這個問題一直都在討論 那麼主要聚焦在中國大陸跟東協 過去是兩個這個在談的 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通過了一個南海行為宣言 這個宣言是一種怎麼講 一種普遍性的原則 比如說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這樣好 可是呢 當時也講了說 這個只是一個原則性 大原則的性 等於說一個綱要 那要進一步呢 要通過一個南海行為準則 這個準則啊 事實上已經談了20年了 那麼中間有很多時間都沒有辦法突破 很多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中間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第三者域外國家 想要在這裡面聲勢的話 那空間是很大的 可是呢最近這一兩年呢 事實上南海行為準則的這些 談判似乎是有突破 今年的8月王毅就特別 中國大會外交部就特別講說 有了很多進展 很多進展出來 那越南外交部也有一些 就在八九月的時候也有一些 相呼應的一種說法 就是說南海行為準則這些年 有明確的進展 那這一次越南呢 他的總書記到中國大陸訪問 被外界認為說 可能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 在南海的問題上 有了重大的突破 那這一系列的跡象 顯示出來以後 那其中啊 最不願看到這種有進展的一個國家 就是美國 當然 美國就把南海的問題把它提升起來 所以現在就會搞啊 他現在就會加強 因為這裡面 這些國家裡面 從美國的角度上看來 一直有兩個他的著力的國家 一個是菲律賓 一個就是越南 可是越南這一次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跟域外的國家 角七點三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對外關係的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地位 這是越南表明的立場 那所以呢 事實上美國回過頭來 還是找菲律賓 南海仲裁案子當時 菲律賓提的啊 對 當時是美國人 全部的錢都是美國人出來 對 美國支持 美國支持 然後運用當時的那個 當時的那個菲律賓總統 在美國長大 小艾奎諾 小艾奎諾在美國長大了 所以運用他 搞了一個南海危機出來 可是這件事情 反而也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的危機 對 那現在美國看到 如果南海行為準則 就是說深鎖國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一個 怎麼樣 一個立場以後 那美國今後 再運用南海來聲勢的 這個機會就少很多 這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原則 我是看很多跡象顯示 因為這個談判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 怎麼講保密的 外面的知道的不多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也希望去參與談判 沒有被獲承認 很多年都沒有 他不接受 所以呢 這個談判 聽說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 以後南海 大家共同拒絕 域外國家 來這邊 活動跟 表達任何立場 對 所以南海行為準則 如果談成了 美國人就不要進來了 連自由航行都沒有了 你給我滾出去 關鍵就在這裡 你這些域外國家 我們以後 我們是團結在一起 我們中間有矛盾沒有錯 我們自己解決 可是你外面人不要來插手 對 這個對美國來講 他是一個他不太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一片海域 基本上這個爭端 美國還希望繼續利用 所以現在就炒黃煙島 然後呢 關鍵點還是用菲律賓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 看他要加多少的馬下去 給菲律賓多少的實質經濟利益 並不表示菲律賓也是鐵板一塊 有錢還是會辦事 這個我們就看 這個中美方的衝突 不要操到我們 去南海打一打好了 就是中國大陸 只要在黃煙島上 有所動作 美國可能真的會炸下去 不過剛剛大使也提到了 霍恩哥 就是我們 我們也是深所國啊 就沒人理我們 這個我上個禮拜 跟國民黨的一個 我就不要講名字 就是國民黨的民意代表同台 在友台 然後就提到吳怡農的 這個立委的補選 他說吳怡農有過方專業 國防專業 國防專業在這裡啦 吳怡農有國防專業 我們下一張電視講 就是吳怡農 來不及跟你講 我簡單講一下 今天吳怡農 他的這個標題 Vote for Change 就是投票來改變 你是要叫蔡英文下台就對了 下降民進黨 不然你要Change什麼 我是不太懂 基本上民進黨立職政力 要Change 這個真的是個怪人 吳怡農他今天有個證監發表 談到的這個國防授權法 他說這不是貸款 是直接的資金的贊助呢 然後接下來五年 一百億美金的軍援 然後這個是實質的安全合作 那我覺得這種國防專業 這個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媒體 基本上都是以洗腦為主的 他不是五年給你一百億美金啦 你這樣解讀 最多啦 不是他也不見得會給你啊 你看我們這 你看我們這裡就在講吳怡農啊 他不是說每年給你二十億 不是這樣子啦 吳怡農你真的是在美國念書的嗎 他會有一個流程 他會有一個撥款的法案 會有一個撥款的委員會 不是 那當時我們烏克蘭戰爭也看了半年多了 我們有帥將軍 這個真的國防專業在我們現場 一年二十億美金 假設是一年二十億美金 五年一百億嘛 一年二十億美金 這二十億美金能打幾天 你就看烏克蘭就好 打沒幾天就打完了 所以你看說這種洗腦 大家在洗腦說 那我們先給台灣五億美金好了 你現在在菜市場買東西嗎 你要跟五億要幹嘛啦 這五億是能買什麼 那最離譜是這裡 參加環太軍 這講幾年了 陈將軍這個講幾年了 這已經講很多年了 但是不管 因為國防授權法是每年一次 它這個法條有一千多條 我們台灣只是站在裡面的三四條而已 然後大家就如獲自保 我們可以參加環太軍演 那講了很多年 我們一次都沒參加過 然後國防授權法講很多次說 要美軍來參加我們的漢光演習 也沒參加過 還說呢 這個我們的軍艦跟美國的軍艦 可以互相搏岸靠岸 是 就2018年被當時他們的大陸的駐美公使 叫李克欣 他就 他看了國防授權 他出來嗆瞎 他是故意的啦 上面授權拿出來 他說 只要美國的軍艦到高雄 就是解放軍 解放台灣的時候 被李克欣一講 美國就不敢了 就有來過嗎 你有看到美國的軍艦 對不起 有經過台灣海峽 有靠岸過嗎 哪不敢啦 那我要這個當我的結論 我不太懂說 每一年 美國的國會的國防授權法 都玩我們一次 你玩夠了沒啊 每一次被玩 不是啊 你不要每次都講一講啊 但是我公開的講 國防授權法 這些年來 你哪一條有做過 一條就好了 都沒有啊 不要再戲弄台灣了 美國你不要再玩這種 海灘男孩的遊戲了 你就是每年就講 我會聲援你喔 我會幫助你喔 我很在意你喔 我會給你錢喔 可是你從來都不給啊 你這跟渣男有什麼不一樣呢 真的 太離譜了 而且這種就是 這個啊 玩完還不給錢 來這個對不起 我這兩天都忘記念抖內 因為大家來賓談位子比較多 我明天會把這個 有走念的好朋友 一次念完好不好 感謝各位 早點休息 記得我們流浪很奇怪 要多看幾次 晚安拜拜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登 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解決 這是個太陽 請大家 來囉 或者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